人家都是训练,都是有车接车送 我们一走一去八公里 昨天11天采货,今天又让我们给他死采货 你傻瓜问的,我现在挺没搭乱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祝 最近有一对在澳洲的中国粉红留学生 在进人车与司机闲聊 那司机就问他们,澳洲好呢,还是中国好 当然这个答案大家非常清楚 他们一口同声的说,但是中国好啊 然后司机回答,你们别怕 这里没有任何的监控,也没有人会举报你们 你们可以畅所欲言 结果司机又开始说,中共政府的破释啊 一个人一直独裁这么多年 一个党一直执政这么多年,怎么会是民主呢 而你们批判中国政府会因言获罪的 马上粉红开始反驳 你去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 你说的那些新闻都是真的吗 中国人才最有资格的说中国 你没有这种资格 那我们马上来带大家看这段影片吧 没有政府,没有政府,没有政府 没有政府 什么意思吗 我意思说,你可以说 政府在中国现在是不错的 他们不错 没有人能碰你因为你离开 OK,看完這段影片,我們可以明顯發現 證明中國留學生把很多司機說的話都剪掉了,對吧? 估計是說到中共中央還有協進平 而你無法在中國的平台上放出去 所以你自己已經先政治審查剪掉了 那你還洗什麼地呢? 不然為什麼這個司機說的前言不大後語 中間你明顯剪掉了什麼? 所以你自己也已經證明了中國有沒有批判政府的自由 而我們再說到澳洲好還是中國好 當然這個每個人心裡有各一不同的答案 但你到澳洲留學了 然後你再說中國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奇怪 就是你此時此刻的身份與立場 中國這麼好你為什麼不讀清華北大 你為什麼覺得澳洲的學歷比較好? 為什麼你覺得澳洲的學歷對你人生的未來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中國的清華北大985211 你來澳洲幹什麼? 你來這個這麼不好的國家幹什麼呢? 再來司機也說了 澳洲美國可以隨意的罵自家政府 你說說在中國有沒有抗議示威的權利? 為什麼抗議中共中央還有習近平的中國人需要跑到海外 怎樣抗議呢? 包含我昨天訪問的那個18歲香港小孩 在15歲的時候被港警抓了一兩次 在16歲的時候獨自一個人逃去美國 還入了這個移民監獄 而中國粉紅卻可以在歐美抗議歐美的政府 歐美人也可以在自己的歐美國家抗議自家的歐美政府 那為什麼中國人不能在中國的領土上抗議中國中央中共政府呢? 你都知道了小孩不好要罵 你都知道了上司不好會罵 同事不好要罵 誰誰誰對你不好要罵 但是面對國家政府不好的時候你就要 罵能改變什麼事實嗎? 我們罵他幹嘛? 欸?欸? 重難聽一點因為他有槍桿子你不敢罵 你自己心裡也知道答案對吧? 難道包含我面對採訪的那些中國人 都不是中國人 只有愛黨愛國的中國人才是中國人 才可以說中國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是嗎? 其實前幾個月鄧小平的前翻譯高之凱 他已經說了 你可以讚美政府啊 如果你要批判中國政府的話 可以 但你要正面善意的批評 欸?什麼叫做正面善意的批評? 雖有惡意的關心 惡意照顧小孩 善意排擠他人 中國用語都很妙 其實這就是粉紅的養成沒有辦法 他們雖然在自由國家生活多年甚至流血很自由的 但他為什麼還是個粉紅呢? 就是因為他從小接受了教育 已經把自己帶入黨國體制了 你罵共產黨等於罵中國 你罵到中國等於罵到我們中華民族 罵到中華民族就是否定我 所以為什麼小斐會急? 當然影片裡面的中國留學生啊 他說他們才是最了解他們自己國家的人 他其實已經在示範了 對吧? 我建議這名中國留學生啊 為了實驗精神 你可以去天安門直播看習近平跟中共中央 你再跟我說你了解你國 到時候你被鐵拳放影片出來又被一堆小粉紅說 你拍的不一定是真實的 你是收錢的漢奸賣國賊 不要跟我扯你愛習近平你愛中共 所以你不去抗議 你這就違反了實驗精神跟驗證精神啦 你看哪一天啊 我飛去澳洲啦 我們一起在澳洲政府前面 抗議 你就罵習近平跟中共中央 加了習近平下台 我呢叫賴清德下台 叫民進黨下台 然後我額外再加 拜登政府 或是川普政府 還有日本政府 我額外加這些套餐給你 敢不敢雙方一起來驗證實踐一下 把這個影片拍傳回自己國家的平台 你不要跟我說你沒有時間你很忙 你不可能有我忙的 好嗎 所以這個交易其實很划算 我幫你賺的流量 我還罵各種你們國家政府恨的國家政府 除此之外還有一名參加 俄軍的中國粉紅拍片抱怨 俄國人每次訓練的時候都讓他們中國人徒步行軍來回16公里去訓練 背了很多這個裝備嘛 但俄羅斯人訓練呢 就是搭街坡車去訓練 實在是 太暖心了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了 早晨那會兒以為走5公里 結果今天走了8公里 現在就往回回 結果 看看人家都坐車 我們這兩條腿 這邊人家訓練都是 有車接車送 我們一走 一去8公里 一回 8公里 16公里 現在走的是又累又渴又餓又熱 這兩條腿已經走的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 別人訓練都是車接車送的摩托化步兵 也不連摩托車都不配 讓我們在可敬走16公里 現在我離境離8個 還有能看見 還有差不多3公里 帶著一罐牛子 一罐一根巧克力 都吃完了 還是又累又餓 早知道就不吹牛逼說自己是摩托化步兵了 成真的摩托化步兵了 現在吹成真的了 我都已經拉前面 人至少有一公里 重慶的一個雲南的 他們把我拉下至少一公里 我都快累死了 不僅如此 這名中國人他還抱怨 俄國人天天讓他們行軍砍柴 又不讓他們打槍打靶 這就是最搞笑的點答 讓我們給他 昨天11天柴火 今天又讓我們給他撕柴火 人太大了 他要他那個鍋爐小的要命 還沒 就給農村那個土鍋 比農村土鍋都小 這一上午撕了這些柴火 現在劈得累的要死了 靠我說來打槍的 又不是來劈柴的 老讓我們劈柴幹啥 平時把這些粉紅當人礦 好 等到需要掩護俄軍 正規軍撤退的時候呢 或是要派這個趕死隊去探路的時候呢 就會派這些中國籍小隊 前去當人礦 而且很多小粉紅以為了上戰場就是去 打打打打打打打 但其實更多的時候是 等等等 等等等 然後後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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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以為當過兵的人都會大概知道 就是 唉 算了算了 不聊這麼多了 非常有趣對吧 而現在外媒也爆料 北韓最近招募了140萬的青年志願軍 都是志願的打自內心的 當時一宣布的時候大家以為這是為了備戰打南韓 但事實上經過這幾天的發酵 我們可以發現 北韓這支軍隊很大部分是為了支持俄羅斯 而在俄國戰場上已經抓到不少北韓逃兵了 或是北韓投降的軍人了 而北韓最近的大動作撇除掉 因為南韓去投放了這個空投物 曝光他們將軍以及領導人戴的這個手錶 還有穿的羽絨衣的價格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嚇唬南韓 讓南韓知道我有140多萬的軍隊 而這些人民都被有洗腦我可以隨時一聲令下再補充140多萬 跟你好你別輕舉妄動 而事實上這140多萬有多少人是去參加俄軍的 會陸陸續續慢慢這樣過去多少 這不得而知但一定會派過去對吧 那如果被國際媒體都知道 北韓已經派軍隊過去 那北韓的軍武是有削弱的 因為去支持俄國了 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很大的機會可以去打北韓呢 當然北韓一定是這麼想 你要去支援一個國家不可能全派出去 你一定是要在政治上宣傳上還有在兵力上做出一點防禦的姿態 讓其他國家知道你別輕舉妄動 對吧 你不可能去打一個國家以全國之力去打 你國空了怎麼辦 內亂了怎麼辦 是吧 而不僅北韓啊 中國最近也在徵招退伍老兵 注意徵招的全部 基本上都是步兵單位 野戰單位 而這些軍隊是要打台灣 還是支援俄國呢 我們前幾個月有做了一支討論影片 那要打台灣不可能是這些兵種過去的 第一你打台灣你要徵招什麼兵呢 退伍空軍 退伍海軍 還有退伍的海軍陸戰隊為第一優先 你徵招這個野戰單位 還有這個步槍兵幹什麼呢 是吧 游泳過來打台灣 從這個廈門 哪一個AK就碰 然後這個台中的國軍就掛 是這樣嗎 而影片的最後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最搞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是7月份啊什麼哈馬斯的各種領導 還有巴勒斯坦的各種各派系的領導 在中國北京的簇庸下啊 在北京召開了這個會議 簽署了北京宣言 說大家要完結一致 打倒西方 對嗎 要趕出這些美帝邪惡勢力 結果 這裡面 幾乎啊 幾乎所有的哈馬斯高層都被斬首行動 都S了 那就有一些中國網友啊 調卡 說嘿你說這個來參加會議的人都差不多完完了 那東道主呢 那主辦方的領導人呢 主辦方是哪一國 中國嘛 啊中國領導人是誰 非常的幽默 是吧 所以大家看清楚嘛 到底要跟中共國混 還是跟美國混 現在已經不存在雙邊討好 不存在 而且我們就是 中共最想要的國家 你還要雙邊討好 那你就是做死 現在的國際情勢 是不允許過去那樣雙邊討好的 那我們看中共國的好朋友是誰 就那些參加會議的人嘛 哈馬斯嘛 達利班嘛 阿富汗嘛 北韓嘛 俄羅斯嘛 敘利亞嘛 還有烏干達那些非洲國家嘛 希望台灣跟中國好然後變這樣的國家一起混嘛 或是變這樣的地區嘛 還是說要跟美國混 然後美國的盟友 日本啊南韓啊 歐洲那些國家 加拿大 跟誰混 這些舔共的台灣人一有錢 也是讓自己的兒女 拿 美國或是日本澳洲 歐洲的 國籍跟護照 對吧 今天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朋友 我是爸 下次見 掰